姨婆对漂亮,姨婆对漂亮,姨婆对漂亮 姨婆爬爬走 今天来到桃园龙潭石门山北端入口登山口 沿着公路在往前则是石门水库高线管制站 今天预计从石门山北端入口起登 攀登即完成石门群山越岭踪走 攀登即建走的路线 主要途经太原步道 好汉坡、太平山、清水坑山、石门山南端入口 石寮山、东本基窝山原路返回途经大竹坑山南端入口 之后衔接太原步道、环谷步道 再返回石门山北端入口 全长大约10.25公里 从石门山北端入口起登 原先坑坑巴巴凹土不平的登山步道 经过整治改建后 换成质感相当不错的碎石步道 走起来相当好走 景观也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不管平日或假日 从石门山北端入口起登的游客 登山客都相当的多 不见的都会去攀登好汉坡、石门山 绝大部分都是从登山口沿着太原步道走到圣一宫 之后原路返回 顺道逛逛登山口外围的滩区吃吃美食 或者前往石门水库游玩、参观、散步见走 抵达好汉坡起点 沿着好汉坡一路往前 好汉坡全长约400多公尺 约须走1200步1200街 阴坡度落差将近200多公尺 走起来可不轻松 即使是秋高气爽的天气 依旧让人满身大汗 气喘吁吁 好汉坡并非一般大众登山步道 大多维持原始的泥土山径且陡峭 不到两侧大多林木枉域 这应效果相当好 驾有神所辅助 弱势与天恐怕会相当湿滑难爬 后续的路径几乎一路陡上 陡峭的坡度有时高达560度 有时必须拉绳才能往上攀登 有时必须踏稳山坡的欧洞土梯 捉住树干树根石头才容易往上 攀爬其实并不轻松 真是名副其实的好汉坡 攀登石门山也可选择比较好走的其他路径 例如太原步道 景春步道观音巷路径 南端入口往前直上 不见得一定要走好汉坡路径前往 来到好汉坡中途的山腰观景点 此处可俯瞰水库湖面盛景 以及前方的群山风光 五光山色真的非常壮观美丽 可惜水库湖面 因先前上游的大雨冲刷土石下来 已将近一星期过去 水面依旧相当混浊 尚未清澈 再往上爬 有多条路线会合 取最右侧水泥路直行 沿着人线步道往前可走到太平山 太平山山顶海拔535公尺 位于石门山东方 抵达太平山 太平山山顶上有一石堡借柱 山顶一角有展望 隔远跳湖看龙潭地区的景致 离开太平山山顶 准备前往清水坑山 步道变得比较好走 这一带沿途没标示的岔路有点多 记得先下载离线地图 否则容易迷路或走错路 清水坑山 又名石门山东北峰 石门山中峰 太平山西北峰 海拔510公尺 山顶有一颗土木橘3号基石 抵达清水坑山 与清水坑山告示台拍照合影 与清水坑山山顶基石拍照合影 山顶一角有展望 与太平山山顶一样 隔远跳湖看龙潭地区的景致 离开清水坑山山顶 准备前往石门山 从轮线暗部前往石门山的路径 接下来有点陡峭崎岖 并不好走 石門山,又名小竹坑山,位於台灣桃園市龍潭區南部, 海拔551公尺,有一等三角點及水源點擊時隔一顆,為台灣小百月之一,與西州山隔著石門水庫霸頂遙遙相望。 抵達石門山山頂, 抵達石門山山頂三角點擊時拍照合影,山頂一角有展望,隔遠跳幅看龍潭地區的景致。 石門山旁還有一顆紙鏟橘三角不點擊時,二顆基石位置相距約二十多公尺左右,死山頭原被稱為小竹坑山,海拔550公尺,現在好像與石門山一起合稱為小竹坑山。 離開石門山,準備下山頂遙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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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遙的蝴蝶。 繼續往下走,這段山路非常陡下崎嶇難走,走這段山路要特別留意小心。 抵達太原步道石門山登山口。 沿著太原步道往前,準備先走到南端入口,之後銜接人河道路粗坑路,走到石寮山登山口。 抵達石門山登山步道南端入口,左轉銜接人河道路,沿著人河道路往前,約走300公尺後可抵達石寮山登山口。 抵達石寮山登山口,右轉進入登山口,準備前往石寮山,從登山口走到石寮山,全長約483公尺。 大竹坑山,石寮山步道,位於桃園市隆潭區,新竹縣關西正能縣交界處,石門水庫西側,是昔日張腦的運輸路径,也是兩地居民來往的道路。 續行可接八寮安部,通至東本基窩山,石人洞八寮古道,打牛旗古道等地。 石寮山的寮是張腦寮的意思。清光續十三年,居民沿著關西四寮西河谷上山發張腦腦,分別建立了一至十座腦寮,後因張數見少, 才定為四寮、七寮、八寮、石寮,腦寮早已消失,但這幾處的地名還依然留存,默默為這100多年前的拓肯史事做了見證。 抵達石寮山山頂,石寮山,又名番頭洞,海拔538公尺。 山頂有一棵日巨石戴昭和四年,1939年,內物菊兒號基石,是棵歷史悠久的基石。 與石寮山山頂三角點基石拍照合影,山頂一角有一些展望,隔遠跳幅看關西地區部分的景致。 離開石寮山山頂,準備前往東本雞窩山。 前往東本雞窩山的山路幾乎一路緩坡往下,全長約400多公尺,部分有拉繩路段, 路況還算清晰,好走。 路況還算清晰,好走。 來到布道仁縣的安部,接著開始環波往上。 抵達東本雞窩山,東本雞窩山,海拔483公尺,山頂無三角點基石,山頂被樹林環繞,無展望。 離開東本雞窩山,準備往返,湖中再轉登大竹坑山。 回到石寮山山頂,準備前往大竹坑山。 回到前往大竹坑山的岔路口,取幼上前往大竹坑山。 途經高壓電塔,此處有不錯的展望,隔遠跳里洞山,內鳥嘴山,貴妃山,外鳥嘴山,納截山等,風景非常漂亮。 此路線多為緩波與少部分攀神路段,還算好走。 經過高壓電塔後的一段山路為狹窄的壽棱。 在大岩石、亂石中攀爬,需要特別小心。 大竹坑山又名重立山,海拔550公尺,由省府地震處3等控制點S095號基石。 如果從登山口上來只需約10分鐘即可抵達山頂。 抵達大竹坑山。 山頂有依序水池及小池塘,爬上山頂要留意不要踩進掉入池塘裡。 與大竹坑山山頂告示牌及即時拍照合影。 離開大竹坑山,準備下山銜接人和道路及太原步道。 來到大竹坑山登山口,準備銜接人和道路返回南端入口。 回到石門山登山步道南端入口。 銜接太原步道,準備返回石門山登山步道北端入口。 太原步道,環湖步道,也是許多遊客來到石門山。 最喜歡攀爬、劍走的路線。 今天攀登及劍走的路線。 全長大約10.25公里。 還拍攝及休息看風景。 耗時約六個多小時。 回到石門山登山步道北端入口。 桃園龍潭石門山交通旅遊資訊。 可參考影片下方的說明欄內有詳細介紹。 今天來到桃園龍潭石門山登山步道北端入口。 攀登及完成石門群山越嶺蹤走。 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下集見。